中方正在密切地关注最新的事态 我们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失控 关于乌克兰问题呢 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乌克兰问题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经纬 演变到了今天这种局面 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今天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表态 称其武装力量 不会对他城市实施导弹航空和火炮的袭击 那么我们中方密切关注当前最新事态的发展 我们希望地区能够保持和平 我们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失控 同时呢我也想再次强调中方的一关立场 我们认为安全应该是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 各方的合理安全关系应该得到尊重和解决 我们希望呢各方仍然不要把和平大门给关上 还是要继续的致力于对话和协商谈判 能够努力的尽快的缓解事态 不要使局势进一步的升级